那么我在作业中有要你们去搭配那个distribution action的原因,主要是结合这个9.3,9.3的这个状况就是说明了,我们前面所知道的所谓的行一错误跟行二错误, 这些错误率其实都是以取样分布,也就是前面从几率入门开始,我们所开始在重新去学习的取样分布,是逼近于某一个几率分布去估计出来的。 OK,那这个,嗯,这里哦,现在我们可以讲到这,这个就是那个,这是这边figure9.1,它是讲虚无假设为真实的这个状况,好,那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,我就是我的这个版本,这是双测检定时的虚无假设, 就是设定说,那个,这是设定说有做100次,那0.5,然后在这里不需要算什么那个累积几率或者是去算每,算某个量数,你在这边你最多你只要加什么那个h0等于0.5就可以了, 好,就是上次有稍微教一下,就是有用这个latex code,好,这边h0是等于这个0.5,这样就可以,OK,好,你在这边你只要补,你只要补充,呃,等一下,这边写的还不够精确, 就是把那个教科书,那个,呃,这边,因为,呃,sita是这样,是这样子拼,好,就是希腊字母的拼法了,好,就变成是把教科书中,在教科书我,我也都是用那个这个方式去拼出这些希腊字母,好,那这个就是双测检定的, 那么,其实在这个状况下,你不用去说,你不用去加什么,加什么那个这些,这些那个累积几率或者是要算量数,那个是后面,好,就是讲到什么什么形一错误,形二错误才有的事,OK,好,然后这里,那个单测检定,你们发现都一样,他们差异是差在后面,好,这是单测检定,同样的, 单测检定的,诶,等一下,刚刚我没有切过去,我稍微,我那个,再来那个,再重讲,这是双测检定的虚无假设,然后单测检定的虚无假设也是一样,因为全都是说要看,呃,就是去定义说我们前面,这边的,跟它对立的 假设是长什么样子,好,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,对立假设,好像我们只能够画出虚无假设,但是画不出对立假设,对不对,好,这个也就是那个,这也就是假设检定, 它让人,就是比较,比较就是说,呃,让人感到,呃,一开始学,会感到比较容易困惑的地方, 但是关键,我,关键在于说,你要理解它,你就是把它当作是,呃,法庭上有两,有那个两,有一个原告跟被告,在互相,呃,主张自己的,自己有罪或自己没有罪, 对,那我们的角色就是去当这个法官,好,那,呃,那这里很明显,那个只有,呃,在很多的状况下,只有虚无假设,我们才可以去描述它的取样分布,长什么样子,好,所以,有很多,跟假设检定有关的, 其实都是围绕在从,所谓的行医错误率,去衍生出来的,这个,呃,一些要素,好,那首先第一个,就叫做那个,所谓的,气血欲,或是,灵界值,OK,好,那这个是双为检定的,那我这是作业其中之一,就是要你们去,把它那个双为检,检定的, 给,给,标示出来,好,我是有看到你们有努力去标,不过标的,还是有点点差强人意,好,我现在,呃,你们呢,呃,可以截图一下,因为你们也要改,也要再修正自己的作业嘛,好,就是,这是,好,因为,我们现在是设定,双册检定的意思是说,我们认为,我们认为,这个, 因为是建立,因为是建立在,它的这个对立假设,是不等于中间的这个值,好,所以说,如果今天的结果,好,今天的结,今天的结果,得到的是,比0.5大的值, 或者是,比0.5小的值,有说,我说的是横轴哦,横轴,也就是,你们这边看的那个,X1跟X2,好,左边,这里才有出现的,那,你们可以注意一下, 我这里那个,我这里那个,哎,这里X1跟X2还要改一下哦,因为这个要稍微再往里面,靠拢一点,好,就是,五十九,四十一五十九,四十五五十五,好,有点太小, 好,我刚刚看到,有点,那个,没有注意到,好,好,那个,我们不是说,它要是那个,嗯,它必须要那个,点九七五嘛,对不对,好,那,哎, 好,等一下,我看一下哦,好,四十二跟五十八,好,它这边,要看的哦,有两个,这是,我们可以看哦,先看一个,0.025,0.025, 它指的是,累积到这个左边的这一条,它是四十,对不对,好,它这边,累积到这个Quantatile,它这边是,是,累积,呃,是到那个,四十,好,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在,看那个右边的,好,这是点九七五,因为是, 好,点九七五,这里,它这边是六十,好,所以我,我这边一开始,我是设定是,四十跟六十,OK,好,不过,它这边有一个优点啦,它这边是,你可以把它变成说,从这个Central,Interval,好,它就可以就是去算出,好,这边是,三十九跟六十一,我觉得是差一点点, 好,就是,因为它是要中间的,好,就是除了两侧之外,中间醒目的区域,是必须,是最好是,接近零点九五,因为我们这里是设定,如果,泰普万Error,好,就是,这边你们可以记一下,这边,如果, 如果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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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这边又可以再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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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秀一下,怎么样写这个公式, 就是,就是,alpha等于,0.05,好,如果,alpha等于,0.05,就是不是醒目的区域,好,也就是以中间,这两个地方,好,它才是,呃,到那个,呃,所谓的,就是说,这个才,才是比较接近,点九七五, 但是你们可以看,你们可以看到,呃,它这边那个三十九跟六十一,是已经到了,对,它这边已经到了,点九七九,OK,它这边的那个累积,它这个是累积的是,中,是从,左,是减掉那个,左, 就是各减掉,点零二五,好,那它,那它这里,哎,我是记得它,它们的这个标示是标说,呃,是到这个,是到这个,是到这个,这边是这个,点零二五的时候,OK,好,那,这里,哦,这个是那个双维检定,不过那个因为就是,它没有办法完全的等于那个,点九七五的原因是因为, 在二项分布,大家,大家都,之前都已经知道,它是一个,间断的几率,变相嘛,也就是说它是一个,间断变相,所以,它,你很难就是找到一个,完整的整数,可以对应到,就是,就是说,这个,整个累积的值,等于,那个,点九七五,好,如果说把它变成点九五,我试试看, 对,那个点九五是四十跟六十,哦,四十跟六十,但是那个点,它这个还是,比那个点九五还是差一点,因为我们要,我们要, 确认,我们要确认的是,除了双维的面积,除了双维,最左边跟最右边加起来的面积,要,要是,要是,相当于我们设定的 这个type 1 error之外,那剩下的就是,我们,我们,就是说要保留,所谓的保留,虚无假设的区域,OK,这是那个双维的部分,好,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单,看一下这个单维的部分, 单,单,单,单维就比较简单,我,我,我,因为这个二项分,分,分,分布是,几乎是很少用的一种, 呃,二,二项剪定是个很少用的假设剪定,我每次讲到这个都会卡一下, 好那这里 这个是单侧减定的状况 它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就只要设定说 依照一开始 这里不是设定 大于点零五吗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要拒绝 这个虚无假设的话 它一定要得到的值要大于 也就是现在在这里 你们可以看到 它这里是标示0.44 就是也是算差点零五一点点 但是也很接近的 就是至少要大于59的地方 所以你们这里可以看到这里 你要能够标出说 它是大于59的区域 这样子在单侧减定 我们就可以就是说 是在点零五的这个行医错误下 去拒绝这个虚无假设 这个差异有知道了吗 就算了吗 吧 有没有